太空船外型的矽谷總部 走進去彷彿置身科幻世界 揮打股價过去五年 暴漲约百分之一千两百 不少员工财富跟着水涨船高 连中阶管理人员 每年都能靠股票奖励 大赚三千一百万台币 但有员工反映 部分资深同事因此进入半退缩状态 因为配股多到根本不想工作 询问黄仁勋该怎么办 输人或自己的感觉上 他一开始是先讲说 有多人在NPG很久了 记住黄仁勋这些举手的人 你们还没有听到我下面一句话讲课吗 然后接下来下面就说 这些人已经记录了一种 一局的笑声 有员工相信这种老鸟只是少数 而黄仁勋对此回应 在挥打工作像是个自愿性运动 每个人都该表现的像个CEO 成年人都该负责任的评估 自己该为工作付出多少努力 还开文笑说 他知道很多人在挥打待很久了 可以请这些人离开了 其实黄仁勋一直信奉 员工至上 走不干涉的管理路线 上次裁员甚至是2008年金融海啸 由员工形容 在挥打工作想被吵 比想被录取还要难 不过挥打正面临美国政府监管压力 对手超伪英特尔也来势汹汹 有外媒就示警 公司内部不合 恐怕会酿成危机 作为支持度高达96%的CEO 如何化解人工分歧 考验黄仁勋的管理智慧 华视新闻黄天苏云宽 台北报导